Hello大家,我是穆迪,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你们期待已久的CT粉底实测 Shirley Tuber终于出了一款持久高遮瑕 适合油皮痘痘肌的粉底了 之前他们家一直都是出那种主打轻薄啊 无妆感啊 像第二层皮肤那种的粉底 但是你知道油皮痘痘肌大油甜 对这种第二层肌肤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我们的皮肤不好 第二层肌肤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一款让我皮肤好的粉底 不要再给我主打什么第二层肌肤了 我也是很期待这次粉底的实测 那我这次没有直接入正妆 因为斯芙兰正好有一个中样的赠送的活动 我之前也说过了 斯芙兰网上购物每满25 它都有一个满额赠 会赠送一个中小样 比如说护肤品啊 彩妆啊 粉底啊 睫毛膏啊什么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它正好赠送了这款 Shirley Tuber的5毫升的最新的这个粉底 我觉得5毫升其实还蛮够用的 试个几天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在网上下单了 色号我选择的是4N 这个颜色现在看起来可能有点深了 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彩妆融合之后 融合度还是不错的 并且颜色深的粉底 其实它的遮瑕力应该更好的 所以如果这个粉底不氧化的话 它的色号应该还是OK的 那今天会做一个粉底的实测 跟着我一起看看这款所谓的 高遮瑕持久粉底液表现力如何 我们直接从素颜开始 好我们直接从素颜开始 我之前不会上什么的妆前 我只上了一个防晒霜 因为我不想让妆前来影响这个粉底本身的效果 我知道它的遮瑕力还蛮高的 所以我只用一泵上全链 就挤一下就好了 看到 一下是这么多 因为这是中样啊 所以它的这一下的效果可能是跟正妆的量是不一样的 但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它上全脸 我最近好喜欢用这个美妆蛋 不是美妆蛋 是海绵 但是也是打湿了用的 是我在加拿大旅游的时候买的 叫Joe Fresh 我觉得应该加拿大的朋友都知道吧 它真的好好用啊 美国要是有卖的就好了 就属于那种上妆非常细腻 让粉底看起来很细腻 然后它的遮瑕力也不会带走太多的遮瑕 可以看到我薄薄的上了一层 现在脸上你可以看到它的遮瑕力吗 这边的痘印基本上都不见了 这还有一个很红的印子 这个我不太指望它能遮得住 但是真的是遮得七七八八 我刚才脸上你们可以看到很泛红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 我觉得我可以在鼻翼这一块叠加一点 我鼻翼还是放红挺严重的 这样我上一点点点点 一点点 上在鼻翼 还有痘痘的地方 因为我不想今天再上太多的遮瑕了后续 毕竟这个产品遮瑕力这么好 我就不想叠加更多的遮瑕在上面 这样皮肤会吃不消 哇哦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粉底的遮瑕效果吗 是不是很惊人 我觉得可以算是全遮瑕了 真的只用上了非常少量就可以达到这种遮瑕 这个遮瑕真的是目前我用过粉底里面算是最高的了 我觉得亚诗兰在double wear那个都没有这个高 真的 瑕疵皮必入的一款粉底 好那这个色号确实有点黄了 不过我们现在 在上个高光啊 修容什么的 再看一看 融合度如何 这个粉底唯一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是在我的下巴处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卡粉 不算卡粉但是呃就是不是那么的服贴吧 嗯毕竟它的遮瑕力真的太高了 所以它的服贴度就没有那么的好 它也不是水润型的粉底液 它是主打控油持久 而且高遮瑕嘛 所以在下巴处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完美 近处给你看一下下巴 除了下巴这个问题 其他这个粉底在我脸上现在表现力非常好 包括眼下什么的没有卡纹卡粉的现象 那我们现在补完全妆马上回来 好了我上完妆了 今天的嘴唇用的是阿玛尼的唇膏102加上NARS Dolce Vita唇蜜 这个颜色简直太美了 就是一种给人心动的粉色 这个阿玛尼本身是有点干嘛 但是叠加这个NARS唇蜜之后 嘴巴就变得无敌的水润 感觉嘴巴一下就变大了 好像打了玻尿酸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个NARS的唇蜜 Dolce Vita OK我们来说今天的主题是这个粉底 啊这个粉底的遮瑕力啊 我想说没谁了 我敢跟你们保证说 这个粉底是目前我用过的粉底里面 遮瑕力最最好的 基本上所有的瑕疵都可以遮掉 我没有用任何的遮瑕膏 包括我的豆豆什么的就基本上看不太见了 还有我鼻子鼻翼两侧的毛孔啊什么的也都这七七八八 然后我的色号是4N嘛 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还蛮黄的 但是跟皮肤融合之后啊 然后包括上高光还有修容之类的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还挺match的 没有感觉说非常的黄啊或者非常的深 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这个色号的 当然如果是冬天的话我是更偏向稍微白一点的 夏天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正正好的 但有一点如果你是一个不太喜欢妆感特别厚的人的话 那它可能不太适合你 因为它遮瑕力真的太强了 你没有办法做到零妆感 皮肤如果本身没有太大瑕疵的话呢 它可能也不适合你 因为高遮瑕必然带来的就是高负担 没有瑕疵的话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水润的粉底会更好 那我们过几个小时再来update一下 看这个粉底是否在我脸上会氧化 然后它的服贴度啊遮瑕度是否还是这么好 我们一会回来 哈喽大家 现在是3点46分 那距离我刚开始上妆已经有四个半小时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皮肤的状态如何 那我现在可以明显感受到皮肤的出油问题 那尤其是我的鼻翼啊 还有脸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到还蛮油的 那我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我的鼻翼还有下巴 那我们先看一下鼻翼和下巴表现率如何 下巴还是像刚开始是一样的 并没有说随着出油变得更服贴 下巴还是有一点点点点的卡粉 因为它妆感比较厚嘛 它的遮瑕力比较好 然后鼻翼两处呢 我觉得也没有脱妆 也没有卡粉 只是说有出油的现象 这点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那我现在是四个半小时的状态 我大油皮 这个样子我又觉得已经很棒了 而且我中间有吃了午饭 遮瑕也没有说降低 因为它的遮瑕本身就非常非常好 那么因为现在还蛮油的嘛 然后我又不喜欢皮肤油油的感觉 我就拿这个粉铺 早上上妆的粉铺 稍微按压一下 把油分按压掉 但我不会再去补粉饼什么的 我只是按压掉油分 然后我们看一看 它会不会带走它的遮瑕 我现在还压掉油分之后 我觉得现在皮肤的状态 跟刚上妆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遮瑕也够 然后也服贴 也没有感觉有任何卡粉 还有脱妆的现象 这个粉底现在看起来 我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那我们过几个小时 再来看它的表现力如何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 现在的时间是9点半啦 那距离我刚上妆 是已经有10个多小时这样子 抱歉 我现在已经换上 很舒服的衣服 因为要准备睡觉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粉铺的表现力如何吧 我这10个小时7天 我是没有补任何一次妆的 只有妆间稍微吸了一下油 但是没有补任何的粉 现在点上这个妆效 我真的还挺满意的 可以看到基本上 除了出油 除了出油以外 其他的脸的遮瑕什么的 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遮瑕力 我会给它一个五颗性的满分 那我们再看它的持久控油度 它的持久控油力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了 作为一个高遮瑕持久粉底 它到晚上不卡粉 不基线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再说一下这个色号吧 因为我当时用的这个色号是4N嘛 4N这个颜色跟我的皮肤比稍微暗一点点 但是现在一天10个多小时下来 我没有感觉说有非常大的暗沉 所以这款粉底我觉得是不存在太多的暗沉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 但是这个粉底的成分还是蛮良心的 里面没有很多的果料提取物啊 一些添加剂啊 也没有防腐剂 更没有变性酒精 我说变性酒精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说哪款新粉底了 对 但是它是没有变性酒精的 所以它不会给皮肤倒拔干的感觉 这点非常好 虽然它是持久力非常强的粉底 但是它没有加很多的酒精 让你皮肤觉得很干燥 这点也是很难得的 所以总体来说这款粉底我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是油皮痘痘肌 或者是需要出席正式场合 你想要一个粉底可以持久一整天的 那它绝对是首选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持久度和控有度 要比亚世兰黛来得更好 亚世兰黛那个真的已经很好了 那个double wear 但是这一款我觉得有一点点要超越那一款哦 这期的粉底实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哦 想看更多实测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穆迪 我们下期见 bye